好近期金融市場是波動不斷 週一時間 中共展開13小時的圍臺軍演 不過看到臺灣股市以及外資 並沒有太多的進出動作 請教臺信頭顧副總經理黃文青怎麼觀察 我們知道 中共多次的軍事演習 地緣政治風險之下 為何臺灣金融市場是相對穩健 應該這麼說 就是說實際上 股市還是會回歸到這個基本面的趨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尤其這禮拜 市場對於台積電的法說 會給予相對比較高度的期待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盤勢可以說 AI相關概念的族群表現得特別亮眼 至於說軍演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短暫的影響 而且並沒有發生擦槍走火的事件 其實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就相對有限 所以廠商股民還是持續地 湧入這個AI相關概念的族群 對於台積電 對於台積電相關概念的族群 是有信心的 副總我們看到 上半年外資其實有大幅賣超 不過近期外資似乎是有意挑市場回檔的時候 逐步加碼回補 那接下來市場的資金走向 您怎麼觀察 對一方面美國有這個所謂的降息的趨勢 雖然降息的步調會是緩慢 但實際上以降息的立足點來看的話 是有機會引導資金 外資資金回流 那第二個的話 走到年底這邊 一般都是股市的一個旺境 尤其年底到隔年的這個農曆年的時間 大致上 不管是所謂的做夢的行情 還是所謂的年底的坐障的行情 這個其實都有助於外資的回流 那整體來看的話 基本面的趨勢也是向上的 所以尤其AI的一個未來的一個出貨的一個成長 都有助於外資這邊針對這個AI相關概念的族群 跟加碼的動作 ią and